第431章家族排斥 洛伦峰留下来的大都是神灵级别的感悟 不过嘛 唐明阳有小优的变态悟性 又有混元振印的镇室参悟 洛伦峰上的感悟 他根本用不上 他与天地法则的参悟 已经达到八卦镇室大圆满 相当于中卫神巅峰 玉碑上的感悟似是而非 零零碎碎 唐明阳发现 这些感悟对于天地法则的理解 也是瑕疵很多呢 这并非说明唐明阳比洛伦厉害 只能说洛伦在留下这些零碎感悟时 他感悟的还未圆满 不过 也正因为有残缺 有破绽 那些境界相仿的内门弟子 也才容易产生共鸣 毕竟 谁也不像唐明阳那样 可以和小优合体 亏盗所有法则的本源 咦 明阳 白天欲参悟面前欲悲上的心得 不得其解 突然有人叫他 转身见到唐明阳 脸上也露出意外的欢喜 身处异地 能见到家族的人 心里自然会产生骨亲近 我要在生死轮转门内处理些事情 故而有所停留 倒是忘了去拜访你了 你可别介意啊 白天欲笑道 如今唐明阳已经成为单门的内门弟子 地位可比他高得多 故而白天欲也不敢摆什么宗族长的架势 我哪里敢 不若去我洞府做作 我那里正好有新栽培的极品灵茶 美酒也有 唐明阳热情地邀请到 他心里还暗自想着 等着白天欲到了他山门 他动不动手抢生死残隽 那可是天大的机会啊 看样子 那次本尊的刺杀 可是将这白天欲吓得不轻 他似乎有在生死轮转门里呆到地老天荒的架势 好啊 不过我在这里约了几位白家的族员 在生死轮转门 我们姓白的就算一家人 你也跟着我去认识认识吧 白天欲热情地对着唐明阳说道 可是话音刚落 一个不音不扬 略带嘲讽的声音响起 天欲书 这样的大天才 我们可不敢和他做一家人 唐明阳寻声望去 只见三位五门四星弟子走了上来 他们的步伐看似缓慢 实则三两下之间已经到了跟前 这四人叫做白长竹 白长松 白星渝 白财力 他们的境界和白天欲差不多 都是下位神巅峰 不过年龄不足一万岁 论家族辈分属于白天欲的晚辈 他们一上来 看着唐明阳的眼神 就带着敌意 你们四人 对于同族子弟 又是你们的同门 怎么如此说话 白天欲说道 可语气也不敢过分的责备 毕竟论地位 他还不如这四人 天欲说 我们在家族时 可也经常欺负旁之子弟和普通子弟 做的事情比那白鬼过分多了 国法足归什么的 我们也经常出犯 跟他在一起 我们害怕啊 哪天他看我们不顺眼 将我们打杀了 怎么办 白长竹假装害怕地说道 可他的神情 说出去的嘲讽 他的语气充满了轻蔑 是啊 天欲说 我们真不敢和他在一起 不说白家了 在生死轮转门也是如此 高级弟子欺负 帝级弟子的事情 多的是 万一这小子发了疯 在这生死轮转门里 大闹一番 他不知死活不要紧 我们跟他走得近 连累我们 咋整 白财力附和道 声音不仅充满嘲讽 也带着敌意 你们 你们 白天欲一听 气也不是 怒也不是 天欲说 你难道不知道吗 在生死轮转门里 这小子就是煞星 我劝你 也和他划清界限 我们还算好的了 若是白红长老那些派系的人 遇见他可要抽他皮拨他筋不可 白长松话语之中 按带着警告的说道 走吧 天欲书 我们去和其他人集合吧 白长竹说道 这四个人 对唐明阳一顿冷嘲热讽后 再也没有正眼瞧唐明阳一下 明阳 你看 白天欲非常的尴尬 看他的神色 显然他也有些想和唐明阳 划清界限了 没事 天欲书 你们有事 就去忙吧 改天有空 到我的洞府做作 唐明阳客气的所得 他的星眸里 闪过一丝喜色 对于白长松等人的冷嘲热讽 他直接当耳旁风吹过 他在意的是他们口中所说的集合 似乎这些人 是要离开生死轮转门的样子 好机会啊 这正是夺取生死残隽的好机会 白天欲等人离开洛伦峰后 唐明阳就通过天地之门 来监视白天欲的动向 这些人来到传送广场 果然传送离开了 在出现时 是在一艘战舰上 他们在通过这个战舰 传送到另外一艘战舰上 这地方 唐明阳有些熟悉 是黑市 不过这处黑市 比之唐明阳上次去的处 有些高级 周围游逛的 都是神灵级别强者 能离开生死轮转门就好 唐明阳接下来要弄清楚的 就是他们接下来的行踪 然而本尊好去拦截 而在这之前 他要离开生死轮转门 将小悠送到本尊那里才行 悠悠 小悠也很兴奋 大声嚷嚷着 这十多年来 可是无聊死他了 他小悠终于可以出来透透气了 先去考核成为二星弟子 然后接个历练任务 离开山门 回到悠悠号去 想到此 唐明阳朝着单门的考核店走去 刚走到考核店门前 侧后方传来一个百灵鸟般焦脆的声音 唐明阳 唐明阳听到声音 不用转头就知道是谁了 走过来的正是他的邻居洛方柔 不过 这回洛方柔的身边 还跟着一男一女 也都是单门一星子弟 不过修为都是 解法三重练虚境巅峰 好巧啊 你来考核店 是来考核成为二星弟子吗 洛方柔热情地问道 嗯 你们也是吗 唐明阳点点头 又问道 看来我们还真有缘分 我们三个人也都是 来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周洛天师兄 这位是颜飞凤师姐 师兄师姐 这位是和我差不多入门的白明阳 洛方柔笑着介绍道 你们好 唐明阳露出个微笑 他听到这两人名字后 心里一领 他还以为这两个人是洛方家族的人呢 没想到竟然不是 看来这洛方柔的交际可是非常的广啊 白明阳 你可是白家的那个白明阳 周洛天听到唐明阳的名字后 不由得多看唐明阳一眼 你认识我 唐明阳认真看了眼这位长相中上的浓眉男子 他不记得和这周洛天有在哪里见过啊 周洛天上上下下打量着唐明阳 像是打量什么奇葩一样 他笑道 白家出了一位狂徒 名叫白明阳 他有崇高理想 励志整顿族风 不惜撞了天中 还毒杀一位家族下位神 这让整个白家高层都气疯 啊 唐明阳听着周洛天这么一段调侃的话 他内心也苦笑不已 原来他是这样出名的 厉害 厉害 白明阳 你知不知道 我对你佩服死了 若是在我们周家 我敢这么做 绝对会被家族老祖给直接捏死 周洛天没心没肺地调侃着 好了 周洛天师兄 你也别笑白明阳了 他如今定然也后悔死了 骆芳柔赶紧为唐明阳说话 我们一去进去考核吧 旁边一直沉默的颜飞凤说道 唐明阳朝着颜飞凤看去 他发现颜飞凤 一直在观察着他 颜家 生死轮转门内的第一家族 这个颜飞凤 漆黑的双眸里 带着一丝妖异的血红 他长得不如落芳柔 可他身上总有股吸引目光的气质 唐明阳朝着这个颜飞凤露出一个笑容 这颜飞凤和周洛天和他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又是丹门子弟 又有共同的丹道爱好 不知不觉中 既然的关系也增进不少 这三人里 骆方柔热情大方 喜交朋友 这周洛天话多爱打听小道消息 也爱调侃唐明阳 却没有什么恶意 这颜飞凤不怎么爱说话 可也不算是孤僻 二星弟子考核 主要是随机抽取十张神级一品的丹方 每一张丹方炼制一炉丹药 全部都炼成神级一品丹药即可通过考核 这是考验炼丹水平 毕竟生死轮转门的丹门内 神级下品丹方有着不知多少百万张 而众人的修行岁月都不超过千岁 不可能有人全部都看完 全部都炼制过 如果面对全新的丹方 能够在几遍之内就能炼成丹 那炼丹水平就被评价成为神级一星触及了 哈哈 既然大家都来考核 不如我们比试比武如何 周洛天提议说道 周洛天师兄 您想要怎么比试 洛方柔笑问道 我们的考核 长老最终会给我们练的单打分 谁的分数高 谁就算赢 赢者拿走一切 我先出彩头 周洛天说着 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张古朴的画卷 指的材质很是特殊 上面散发出远古岁月的气息 他将画卷展开 其上是一幅写意的山水图 初看起来 蕴含着道义 可惜看起来 什么都没有 他在将解法真气注入其中 顿时 那纸上的水墨浮现出来 化作星星点点神秘的符纹 融入虚空 漠然之间 周围的虚空 都是山上之色 演变成为幻觉 唐明阳几人方圆百米 都深处近一片山上之中 这是什么宝贝 唐明阳不由地问道 第四百三十二张筷子和瓷碗 方圆百米的山水之色 道义盎然 神识探索其中 还会进入一片 莽荒世界的地图空间 那不知是什么地方 苍穹辽阔 大地无边 山峰万丈 林木茂密 其地图内 还有许多唐明阳 从未见过的荒谷巨兽 在大地上活动 看起气息 弱一点的都有上位神 强一点的神王气息都有 嘿嘿 这可是一件宝贝 不得了的宝贝 周若天见唐明阳 不识得此画 更加的得意 哼 一幅远古的地图画卷而已 一块神经都不值 一块神经都不值 你也好意思拿得出手 旁边的颜飞凤柳梅一条 露出鄙夷之色 远古地图画卷 唐明阳表示不怎么理解 旁边善解人意的 骆芳柔解释道 远古时期 天地莽荒 那时候的生灵天生强大 可道知文明 却不如我们现在 他们还没有发明 玉检等东西 所以 若想将信息记录下来 只能用神石刻画在 特殊的材质下 不过吗 在那时候 用得起这等材质之指的 肯定也是厉害的强者 颜飞凤姐姐说错一点了 这张远古地图 他应该值一块下品神经 周洛天大哥 你是要跟我们赌一颗 下品神经吗 骆芳柔说着 也开启了周洛天的玩笑 你们 你们 哼 那是你们眼中 你们难道没发现 图画上面的野兽 那是活的 而且气息栩栩如生 有些还是神王级别 这说明 刻画这张远古地图的 至少是神王级别强者 周洛天大声说道 他可不承认 他这种远古地图 只值一块下品神经 那样拿出来打赌 也太丢脸了 野兽活了 那应该是施术者 留在上面的一些幻之术 这张远古地图 你肯定也得到很久了 你倒是说说 它有什么作用 里面是蕴藏着绝世功法 还是绝世神通了 颜飞凤孝问道 这 我就是研究不透这件异宝 这才拿出来的吗 周洛天狡辩道 其实他暗地里 已经找过神级剑宝石鉴定了 这张远古地图 看似有一股道运 深藏其中 可它根本没有藏着什么秘密 根本没有暗藏什么绝世传承 反倒是其上面的景象 实时变化 仿佛一方活着的世界 有些奇特 不过 这远古地图 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因为远古时期的世界 再就崩溃破碎 化为如今的诸天万界 岁月变迁 远古地图所记载的画面 只怕再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而这件远古画卷 一没有防御能力 二没有进攻能力 充其量 只能算一件古董玩物 好吧 周洛天大哥既然拿出一件古董玩物 我们就赌一件古董玩物吧 若是没有古董玩物 那么拿出一件价值在一 一百下品神经之间的物品 小赌一情 大家可不许拿贵了 骆芳柔笑着打圆场 他说着 已经从储物戒指里 拿出一件古董玩物 那是一件海螺一宝 上面刻着几个远古神秘的符纹 符纹还有灵性散出 还散发出上古的气息 它放在嘴巴里轻轻地吹奏 有着悠扬清脆的声音传出来 我以前花石块下品神经 从古董殿里逃来的 吹奏着海螺法宝 据说是上古生灵 用来驯化和驱使荒兽所用 我试过了 这海螺声音带着催眠迷幻之效果 确实能够驯化一些灵质低下的小动物 骆芳柔说道 古董玩物 就是指那些带有远古 上古 中古气息的器物 有些弄不明白用处 有些只有简单的妙用 就像是世俗的凡人富商权贵 喜欢收藏字画花瓶等有些岁月的古玩一样 而武修强者 有些也喜欢收集那种 有些灵性的远古 上古玩物 颜飞凤默不作声 直接拿出一双筷子 这双筷子通体如玉 也是不知名材质所制造 神识探查进去 有股微弱的灵光 阻挡神识探查 它看上去 像是世俗富贵人家吃饭用的筷子 做工很是精致 只是一根筷子上面 刻着日月星辰图案 一根筷子上面 刻着山川草木图案 唐明阳看到这双筷子时 他目光不经意间一明 这筷子上的图案 简直和他从遗忘封界的通天商盟里 逃到的那个瓷碗上的图案 一模一样 那时候逃到的宝物里 有三样东西是血无法辨认其作用的 一件是给小优玩耍的血手印剑鞘 一件是神秘的黑色石碑 一件就是那个瓷碗了 雪 你说上面的符文 是不是一样 唐明阳暗中询问雪 嗯 他们一样是一体的 雪点点头 显然他不知道用什么方式 悄然查探了 颜飞凤手中的瓷碗了 哈哈 他们要独练丹术 我正好迎回来 让你研究研究 唐明阳内心有种期待 若是寻常的古董玩物 雪又如何不时得 只怕那筷子和瓷碗 定然绝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这是什么筷子 上面只有古淡淡的灵运而已 也没有岁月气息 该不会是假货吧 周落天怀疑道 有武修喜欢收藏古董玩物 自然就有人制甲来牟利 你们用神石 试着突破这层灵运 看看能不能突破 若是造假着 能够有这个本事 那么他就算是假货 凭借这道设置灵运的手段 至少也只几颗下品神级了 颜飞凤说道 周落天和洛芳柔 用神石查探 果真发现 无论他们怎么用力 都无法突破筷子上的那层灵运 有什么作用 该不会是吃饭用的吧 周落天问道 周落天大哥 你见过能制造出这器物的午修 还用筷子吃饭吗 洛芳柔笑问道 那你说是干什么的 周落天问道 洛芳柔美眸转留几下 他猜测道 能够用筷子的 就只有我们人族的先祖了 上古 远古的祖先 他们可还不像我们如今的人族 已经成为大族了 他们很弱小 而且还都有祭祀鬼神的习俗 当然了 他们祭祀的鬼神 可不是如今神域里的那些神灵 神域 也不过是远古世界破碎后 形成的一块比较大的界面世界而已 远古 上古先祖信奉的鬼神 应该属于某种类似于道的存在 他们认为信奉鬼神能够保护他们 或者能够给他们带来好运 这双筷子 应该是一双祭祀用的筷子吧 血 是这样子吗 唐明阳有些佩服洛芳柔的血石烟博 嗯 不过他们不是简单的祭祀之物 血点点头 唐明阳 该你了 周落天看向还没有拿出宝物的唐明阳 唐明阳也不扫兴 他储物戒指里 古董玩物很多 都是诸族收集而来的 他随意拿出一本远古的书籍 上面的文字已经不可考察 同样散发出远古的气息 不过血似乎认识上面的文字 他说这只是一个族谱记载名录而已 这是什么 上古功法吗 周落天问道 或许吧 我也不清楚 唐明阳故作神秘 骆方柔 言飞凤也看不懂上面的符文文字 四人都将各自的彩头拿出来了 周落天说道 彼时就有胜负 不过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赢的人要通过二星弟子考核 若是四个人都不通的过二星弟子考核 那么彼时都算大家输了 没问题 唐明阳笑了笑 他看过去 发现其他三人也都自信满满的样子 好 我们进去考核吧 周落天说完 率先走在前面 单门的弟子很少 整个考核大殿空荡荡的 他们走进去 有位中尉神长老凝聚一个法身 出来接见他们 他们道明来意 这个中尉神长老也很干脆 先跟他们将考核流程 然后让他们来到一个考核法宝面前 挑选单方 唐明阳挑选了十张单方 都是他没有练制过的 不过他也不在意 旁边的周落天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 有两张单方 是我练过的单要 其他八张单方 难度看起来也不大 这回我赢定了 哼 少得意 要知道这已经是你第二十三次来考核了 颜飞凤不爽地说道 他抽到的十张单方 有几张属于神级下品单方里比较偏难的 考核时间三十天 三十天内若不炼制完成 算考核失败 主持的中尉神长老说道 唐明阳四人各自看了眼 每一个都自信满满 走入各自的考核单式 单式里已经摆放好单方所需的药材 总共有三分 也就说 每一张单方 只有三次炼制的机会 若是三次都没有炼制成功 那就算失败 在单式里 唐明阳总感觉有种被监视的感觉 显然有单门长老在暗中看着 防止他们作弊 旁边配置的是五个标准的神级下品单卢 显然实力足够的 也可以五个单卢一起开练 唐明阳想了想 还是觉得低调一点比较好 第一张单方炼制的是甲晨遗仇木雷神单 主要是给修行木雷功法属性的五修 补充神力用的 炼丹台上摆放着炼丹的药材 总共有三份 唐明阳将单方里的药材炼制原理 在石海里过滤一遍 大概明白他们之间的药理搭配后 就开始将药材按照单方记载的步骤进行炼制了 他本来一次性可以炼制成功的 可是为了藏桌 他第一次假装炼制失败 第二次勉强炼制成功 第三次炼制出两颗品质优良的 神级一品下接的甲晨遗仇木雷丹 通过考核以炼制成功一颗单方指定的单药为准 不过考核评分 除了开炼制单药的品质外 还要看炼制单药的数量 那双筷子一宝 我必须拿下 所以 唐明阳必须赢得这场比试 第433章相学坦白 甲晨遗仇木雷丹 唐明阳丹成五颗一品下 三颗品质一般 二颗品质优良 炼成一颗 至少能评十分 根据品质 分数在十 二十区间 如果能够炼制出神级一品中的品质 分数的评分则在二十网上 评分 这也是评判弟子综合实力的直观数据 唐明阳花了二十天左右 十张单方他就全部炼制成功了 一品下 普通品质的三十二颗 优良品质十八颗 吉好品质二十颗 一品中 普通品质十六颗 他总共炼制成功九十六颗 他算了算 他的评分标准 应该在两千分以上 长老 炼好了 唐明阳的神识呼唤考核长老 并且将他的弟子令牌递过去 一位中尉神长老 凝聚法则灵体降临下来 他若有深意地看了几眼唐明阳 然后沉默地检查唐明阳炼制的丹药 考核成功 将身份令牌拿出来 中尉神长老声音带着几分冷漠 是 唐明阳假装欣喜 将身份令牌递过去 这位中尉神长老将他的考核令牌拿走 半课中后再度交给唐明阳 他说道 你现在已经是二星弟子了 里面有二星弟子的权限 单道广博 希望你不焦不燥 继续前行 多谢长老教会 唐明阳恭敬地说道 等他抬起头来 这位长老的灵体法身已经消散了 他的神识探紧身份令牌 里面如他所料的这般 他身份令牌的权限变成了单门二星弟子 里面也显示考核的详细成绩 细到他抽取那张单方 练出几颗丹药 每颗丹药品质能凭几分 最终他的综合分数是2351分 他们三人应该都达不到这个水平吧 唐明阳暗自地想着 他考出这个分数 也是根据他们三人的实力来的 周洛天连续考核失败了20多次 颜飞凤同样也是考核失败多次 这两个人的炼丹水平 这次就算能够通过 也是面前达标而已 至于洛方柔 他是第一次考核 不过 想来水平也是刚刚达标吧 他们三人还没有出来 唐明阳就在炼丹室里等着 单门就是弟子少 场地大 小悠在储物戒指里闹腾得不得了 他索要吃毒丹 唐明阳也就为他几颗毒丹吃 他也在监视着白天玉的洞下 这五人在黑市里逛了很多天 然后参加黑市的拍卖会 直到前天他们才离开黑市 他们通过传送阵 来到另一艘战舰上 战舰上聚集了很多位神灵 由于白天玉等人交谈时 多数都以神识传音 故而唐明阳得到的信息 也实在是有限 不过这回 在这艘战舰上 白天玉和人开口交谈时 终于说出些有用的信息了 唐明阳将白天玉和人交谈的内容 以及白天玉周围之人 开口交谈的内容 总觉他浑身一颤 这些下卫神 中卫神聚集在一起 竟然是要去乾坤大世界 原来唐明阳 造化丹尊等人 打破乾坤万界的封印大阵后 在乾坤万界里的好多处封印 再没有封印力量守护后 也都解开了 里面很多封印的神魔逃出来 同时很多地方 像是黄泉明玉 南极天玉等地方 都藏着让这些神灵 都心动的宝藏 白天玉等人要前往的 就是南极天玉 目的就是绞杀凶魂 另外看看能不能在里面 发现什么有价值的宝贝 南极天玉的凶险 即便是上尉神进去 也有危险 可这次不单只是白天玉等人前去 就连神玉里也降临厉害的上尉神 神将甚至还有神王强者前去 正是因为如此多神灵强者一起进去 白天玉等人才有胆子进去 如今南极天玉热闹非凡 每时每刻都有传出 有强者在南极天玉里发现了宝贝 唐明阳也明白了 先前白天玉参加的那次黑市拍卖会 就是因为这次无数神灵强者 云集在南极天玉里 而特地在南极天玉里举行的 怎么办 唐明阳皱起眉头思考着 如今这么多神灵强者聚集南极天玉 甚至连神王强者都有 他本尊如何敢单独前去 他若想要去 这事情必须要和雪商量 让雪开着诸族战舰 或者是他开着悠悠号去 这才安全 如此一来 天地之门的事情就必须向雪坦白了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这件事情说好不让雪知道的 有他小悠不足够了吗 这件事情迟早都瞒不过雪的 唐明阳不得不承认 没有雪的帮忙 她做起事情来 困难重重 当初第一次抢夺白天玉的行动 若是有雪参与进来 只怕雪早就看穿整个皇城 是一艘神级上品战舰了 如果是小悠是唐明阳手里最强的攻击力 那么雪就是唐明阳的最强大脑 她除了战斗力不如小悠外 其他方面几乎无所不能 而瓦解无穷大世界的诸人联盟 几乎是雪凭借她的一己之力 悠悠 小家伙卷着连伴 生闷气 她有时候虽然爱闹腾 但她也不是不讲理 最主要她和唐明阳永远都是一条心的 给你吃一颗解法倒果 这件事让雪帮忙 行不行 唐明阳哄着小悠 悠悠 小家伙一听到吃的 果然立刻开心起来 什么生闷气都忘了 唐明阳的神识进入储物戒指里 偷偷打开封魂法宝 小悠一溜烟地钻了进去 只需吃一颗 多吃了 看我怎么惩罚你 唐明阳叮嘱道 悠悠 小悠大笑一声 答应下来 然后朝着其中一颗解法倒果 大口地咬下去 直呼好吃好吃 这么说 生死残眷的事情 我跟雪说了 你可不许再生气了 唐明阳说道 悠悠 小家伙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吃了解法倒果后 根本不再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唐明阳哄好小悠后 他在心里组织了一下语言 他打算向雪坦白了 他当初决定不告诉雪 也有赌气的成分在里面 雪 唐明阳呼唤道 公子 雪邪恶的声音 在唐明阳的石海里响起 我有一件事情 一直没跟你说 唐明阳说道 什么事情 雪好奇地问道 就是我的生死单尊躯体 突破到解法之境时 我石海里的生死之书 里面藏着一个神秘空间 空间内有一个神秘的天地之门 你进我石海看看吧 唐明阳说道 雪很感兴趣起来 它的邪恶气息 也不知怎么的 就直接降临到唐明阳的石海了 唐明阳暗自震惊 这雪的能力 在瓦解诸人联盟时 多舍吞噬了无数下位神 中位神的神格 它的实力 已经提升到神鬼莫测的地步了 石海里 一团邪恶气息化作雪 那妖娆动人的形态 唐明阳即便是心性坚定 也不敢多瞄一眼 然而当雪想要融进生死之书时 那生死之书突然闪烁出 一团激烈的法盲 不仅阻止雪的邪恶气息进入 还在主动攻击雪 啊 雪一声惨呼 赶紧从唐明阳的石海逃开 这突发异变让唐明阳有些始料不及 生死之书怎么会主动攻击雪 难道除了它外 其他任何存在 生死之书都不给进入 雪 你没事吧 唐明阳赶紧关心地问道 奴家没事 雪的声音响起 不过声音似乎虚弱了一些 那个 我根本不知道生死之书会攻击你 唐明阳很是抱歉 这不怪公子是奴家太不小心了 像生死之书这等宝物 本身的灵性很强 不是他认主的意识 根本不给进入 公子跟我说说生死之书内的情况吧 雪说道 唐明阳将生死之书的情况描述了一遍 他既然选择向雪坦白 那么他也就不隐瞒了 另外 他还将生死之门里显示的白天狱和洛芳饶的情况 说了一遍 如今那白天狱要去南极天狱 我觉得这是一次从他手里夺取生死残隽的机会 雪 你有什么建议 唐明阳问道 雪晨思好一会儿 他说道 公子 若是奴家给你建议 那么奴家建议你永远都不要踏入那片神魔战场 啊 据说连神域的神王都降临 还有那么多神灵 那么多战舰进去 就算有什么危险 也不足为道吧 况且我们进去 肯定是开着悠悠号进去的 还有你掌控的那么多诸族强者肉身呢 唐明阳说道 他心里想着 雪是不是紧张过头了 悠悠 小家伙大声嚷嚷着 他说雪就是胆小鬼 早知道就不要将生死之门的事情告诉雪了 没有用的 公子 神魔战场可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他的凶险 别说神王强者了 就算神皇强者进去也有危险 上次你进神魔战场边缘猎杀凶狠时 我就感觉有股恐怖的存在 已经盯上你了 只是他当时畏惧于轮回单 这才不敢向你动手 雪说道 唐明阳一听 浑身有些发寒 他在离开神魔战场时 当时也有种感觉 总觉得神魔战场深处 有一双恐怖的眼睛在暗处注视着他 雪继续说道 如今那么多神灵前往神魔战场去寻宝 我总有种感觉 那里不像是有宝物出世 更是像有某些存在 在利用宝物引那些神灵进去 所以 神魔战场可能是陷阱 进入的神灵很有可能一个都出不来 雪大胆地猜测着 可唐明阳已经不寒而栗了 他内心有种感觉 几十年前随着轮回单 西光整个封印大阵的封印之力 或许有某些惊天布局 已经慢慢浮出水面了 而这次神魔战场事件 只是众多惊天布局的开始 第434章祭祀之气 神魔战场 那是一个陷阱 一个利用宝物欲 要引所有神灵进去 不知道有什么图谋的陷阱 这是雪的推论 若是神魔战场是陷阱 那么白天欲死在里面 生死残眷不就是出不来了 唐明阳皱眉说道 公子 你不能进去 可是奴家可以控制 诸族的神灵强者躯体进去啊 而且很多族群的神域强者 也都降临下来 他们也要前往神魔战场 你只需随时向我提供 白天欲的最新动态 若是有好机会 我就立刻出手 雪说道 好 雪 这只能拜托你了 唐明阳眼睛亮了起来 这是奴家该做的 雪说道 悠悠 小悠见唐明阳 听了雪的建议后 又不出去冒险了 她大声嚷嚷着 发了小脾气 小家伙说 为什么老是听雪 那个胆小鬼的话 哼 你吃了解法倒果 现在又想反悔生气吗 生气可以 要把先前吃的解法倒果还回来 唐明阳也假装生气的说道 悠悠 小家伙说 她小悠吃了的东西 怎么还回去 那你就乖乖听话 再发现你发脾气 看我怎么惩罚你 唐明阳说道 悠悠 小家伙赶紧卖乖讨好 她立刻不敢生气了 还笑嘻嘻地说 唐明阳可不舍得惩罚她小悠 等了几天 洛方柔 周洛天和颜飞凤也都出来了 这三人都面带喜色 显然也都通过二星弟子考核 哈哈 你们过了没有 我可是过了 有一张单方 差点练杂了 好险 好险 不过有两张单方 我练出四颗神级一品中的品质 周洛天出来后 就立刻得意洋洋 你自然这么自信 那么就说说你最后的综合得分 是多少分吧 洛方柔笑问道 我总共炼制成功53颗单药 考核长老给我的评分是675分 周洛天得意洋洋地说道 哼 就这点分数也敢得意 不好意思 我的分数是796分 严飞凤也懒得废话 直接将他的弟子令牌拿出来 显示他的考核成绩 周洛天一看 无比的懊恼 频频说严飞凤走运 挑选到容易炼制的单药 可他天性乐观 很快就看向唐明阳和洛方柔 他又开始得意起来 说道 看你们两个的神色 似乎不太妙啊 哈哈 不要紧 这是你们第一次参加考核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一次失败 不算了什么 周洛天大哥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通过呢 洛方柔笑嘻嘻地说着 他也将他的身份令牌拿出来 里面显示他最终的考核得分 968分 靠你 你第一次考核 就这么高分 还让不让人活了 周洛天惊讶过后 一副很受打击的样子 不过紧接着他看到面色发苦的唐明阳 他立刻找到安慰了 哈哈 白明阳 你修为最低 考核不过也正常 不必伤心 周洛天大声安慰唐明阳 唐明阳苦笑 他面带苦涩 是因为没想到这三人考核的分数 都这么低呀 早知如此 他考个一千多份左右就行了 是啊 白明阳 考不过不用伤心 下个五年 你再来考就行了 洛方柔也安慰说道 嗨嗨 那个 我没说过 我没有考过吧 唐明阳没想到 他刚刚表露出一丝苦笑的情绪 立刻被这些人给感受到 果然 能够进入单门的人 灵觉方面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哦 你也考核通过了 那怎么愁眉苦脸 是不是分数太低了 哈哈 第一次考核能通过就不错了 周洛天大笑道 不过当他看到唐明阳令牌里的综合评分后 他的笑容立刻笑不出来了 旁边的洛方柔和颜飞凤 面容上的微笑也都僵硬住了 2351分 这分数是周洛天的四倍多 是颜飞凤的三倍多 是洛方柔的两倍多 那个 我也是运气好 这回练单都很顺手 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 唐明阳谦虚地说道 靠 你这小子够变态 够变态 够变态 不过我周洛天最喜欢变态的朋友了 以后你就是我周洛天的兄弟了 周洛天大声地说道 他看向唐明阳的目光 从此都不同了 旁边的洛方柔和颜飞凤也是如此 唐明阳笑嘻嘻地拿回了迎来的战利品 周洛天的远古画轴和洛方柔的上古海螺也就算了 唐明阳在乎的是颜飞凤的那双筷子 他将那双筷子放进储物戒指里 跟着那瓷碗放到一块 果然 这两间器物之间立刻发生了微妙的联系 这双筷子受到瓷碗的吸引 静静地悬浮在瓷碗的上空 它们之间散发出的柔和光芒 不像是天地法则之力 是一种唐明阳从未见过的神秘能量 小悠在储物戒指里很是调皮 她见瓷碗和筷子散发出能量的气息 就像飞过去偷吃一些 谁知道 这瓷碗和筷子周围散发的柔光 在那个瞬间闪烁刺眼起来 而小悠的分身火焰被这光芒一照射 竟然熄灭了 悠悠 小悠一声惨叫 显然受了不清的伤害 这一刻 唐明阳也骇然失色 如今的小悠到底有多厉害 她是清楚的 可小悠的幽怜炎火分身 蕴含着远古见异的气息 竟然顷刻之间 就被瓷碗和筷子的柔光给熄灭了 这 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存在 小悠 你没事吧 唐明阳紧张地问道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说她只是损失了那个分身 她没有事情 她再从莲花本体里 分出一个分身出来 这回游荡在瓷碗和筷子的四周 再也不敢靠近 唐明阳见此 她松了口气 她的神石探尽储物戒指里 可很奇特 这瓷碗和筷子散发的柔光 并没有攻击她的神石 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唐明阳问道 这应该是远古神秘的祭祀之器 他们蕴含的力量 应该是那极为神秘的鬼神之力了 雪猜测说道 而她现在也不敢靠近这瓷碗和筷子了 因为她感觉到那股柔光 也同样能够伤害她 怎么使用他们的力量 唐明阳问道 这才是她关心的 这天地之间 能够伤害小优的东西 屈指可数 而这瓷碗和筷子 就是其中之一 她的神石 包裹住这瓷碗和筷子 很奇怪的 她非但没有感觉的伤害 反而从上面感受到一股温暖的气息 她怎么玩耍这瓷碗和筷子都行 可是小优一靠近 这瓷碗和筷子的光芒就伤害她 开启祭祀之器 应该需要远古先祖们的祭祀口诀 奴家也不知道 雪摇摇头 唐明阳研究好一会儿 也都研究不出个所以然 慢慢的她也就失去了兴趣 将这瓷碗和筷子 装到另外一个储物戒指内 白明阳发什么呆呢 我的提议怎么样 这时候旁边的周洛天大声地问道 啊 好啊 唐明阳回过神来 她本能地回答道 刚刚她全部心神都在研究瓷碗和筷子 都没有留意周洛天说什么 哈哈 既然大家都同意了 走 我们去任务店接任务去 周洛天大声说道 接什么任务 唐明阳问道 当然是历练任务了 你们两个才进丹门没有多少年 老子我可是几百年没有离开过山门了 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 周洛天大声说道 唐明阳心想着该怎么拒绝呢 悠悠 小悠得知唐明阳的想法后 她立刻大声嚷嚷着 她也要出去走走 待在山门里会憋坏她小悠的 好吧 好吧 唐明阳也只好满足这小家伙的要求 四人来到任务店 任务店的任务 有的分等级 比如二星弟子任务 那么就只能由二星弟子去接 有的任务不分等级 那么谁都能够去接 而这些任务 大多数是那些信奉生死轮转门的信徒 子民 遇到困难 灾厄时 通过祭祀 向生死轮转门表达他们的祈愿时 香火之力将他们的祈愿传达到任务店 而生死轮转门的任务长老 通过他们的祈愿制作成任务 让门中弟子去帮他们度过困难和灾厄 哈哈 我们就去这个封印见面吧 还闹鬼 我们倒要看看到底是何方妖孽装神弄鬼 大家觉得如何 周落天浏览到一个二十年 二星弟子的历练任务 神识传音给大家提议说道 唐明阳文言 神识也浏览过去 在无穷大世界 有无数个封印界面 封印界面也分为很多种 有的封印界面是大神通者 将某个死敌封印在里面 有的是封印界面 是里面藏着某种危险 例如 有致命的毒煞气息喷涌而出 故而将一方界面封印 防止毒煞气息已出 而更多的封印界面 因为年代久远 时代变迁 甚至连各大宗门 也不知道里面封印着什么 如果这些封印界面被遗忘 那么就会像乾坤万界那样 成为遗忘封界 周落天所指的那个封印界面 叫做封魂大世界 是一个比乾坤万界 小很多的封印世界 至于里面到底封印着什么 为什么遭到封印 年代久远 连生死轮转门内部 也没有记载了 封魂大世界里的生死轮转门信徒 祈愿说他们的世界开始闹鬼 无数人在睡梦里被鬼给吞魂了 祈求生死轮转门的神灵显灵 救救他们 就这个吧 唐明阳也觉得这不过是有强者装神弄鬼 居然魂魄 这应该是一个很好解决的任务 第435章封魂大世界 鬼神 唐明阳根本不信这个世界有什么鬼 有什么神 鬼和神都不过是强大点的生灵而已 众人接了这个历练任务 然后去查一下这疯魂大世界的信息 可到的信息也很有限 在这个疯魂大世界里 强者的水平 大都是玄源之境 能够达到解法一重亏虚境的都凤毛麟角 总体实力比之乾坤万界仍有不如 咦 唐明阳翻阅中文点击时 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疯魂大世界闹鬼 也不是一两次了 这几万年来 陆陆续续都有 根据祈祷祭祀之强弱程度 它有时候是列为内门弟子任务 有时候是列为外门弟子任务 去执行任务的弟子 都没查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回来禀报后 过一段时间 疯魂大世界又会重新闹鬼起来 唐明阳从这信息里 只是看出有点奇怪而已 不过他强大的灵觉 隐约觉得这疯魂大世界的闹鬼 或许没有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雪 你怎么看 唐明阳暗自问问雪 什么是鬼 到底有没有鬼 不同时代 不同认知 对于鬼的定义也不同 不懂修行的普通人 或许觉得玄缘之境的五修 神魂出窍都认为是鬼了 而对于上古远古的先祖来说 他们祭祀的鬼神 又是另外一种存在 雪说道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插话进来 他说有他小悠在 什么都不用怕 不过唐明阳的内心 总有种坠坠不安的感觉 他和骆方柔三人 休整一下 两天后 他们就从生死轮转门的传送大殿 直接传送去疯魂大世界了 与此同时 身为生死轮转门长老的白红 也收到了唐明阳离开生死轮转门的信息 小子 居然在短短十多年里 就成为单门二星弟子 看来我们都还是小瞧你的天赋了 不过天才终归是天才 在妖孽 若是死了 也是枉然 本祖身为生死轮转门长老 不方便对你动手 可想要你死的人 多的是 在生死轮转门的某种洞府里 白红的双眸闪烁着杀意 他恨不得亲手将唐明阳碎尸万段 这小子 竟然当着整个皇城左右家族子弟面前 狠狠地羞辱他 让他颜面扫地 不仅成为白家的笑柄 还成为生死轮转门内 其他神灵长老们的笑柄 可他还是冷静下来 生死轮转门 有生死轮转门的门规 他若是亲自动手对付唐明阳 那么若被生死轮转门查出来 只怕他的下场会非常的惨 他拿出某件传音法宝 白红老祖 您找我有什么事 传音法宝那头 有个声音恭敬地请示着 白天书 那白明阳已经离开生死轮转门了 他前往疯魂大世界去执行历练任务 你可以去为你弟弟报仇了 白红说着 已经将唐明阳的行踪 全部都告知白天书 那白天书 乃是白天晋的哥哥 他在人族的某个宗门内任长老 终未神出妻 白天晋之死 他是最想将唐明阳碎尸万段的人之一 多谢白红老祖 放心 那小子 无不会让他死得痛快的 传音法宝那头 白天书咬牙切齿地说道 疯魂大世界 他和乾坤大世界差不多 都是许多未免集合的一个总称 疯魂界 是疯魂万界的中心 也是最大的一个大世界 雷申国 生死轮转门的信仰之国之一 皇城最中央的祭祀广场 国主雷申陈武 带着群臣沐浴更衣后 齐齐跪拜在祭祀广场前端 虔诚地祈祷着 不久前 他们已经接到神灵降临的神域了 这个神域 当然是唐明阳四人接任务时 任务殿的长老通过香火之力 传达给雷申陈武等人的 突然之间 祭祀广场中心柔光闪烁 紧接着 唐明阳四人通过传颂阵 降临到这里 叩见神灵 国主雷申陈武和群臣 齐齐欢呼道 唐明阳见这副场景 他内心苦笑不已 神灵 或许吧 强者对于弱者来说 就是神灵 他的神识悄然查探出去 发现修为最高的 就是这国主雷申陈武了 玄园六重阴体竟初七 体内有着博杂的生死之气 看来修炼的也不是太正宗的生死轮转门功法 而周围的环境 天地灵气稀薄 比之前坤界仍有不如 一个地方的天地灵气浓度 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一个地方的强者数量 唐明阳根据着雷申国的天地灵气浓度 初步判断出这个疯魂大世界的解法强者 应该很稀少 五等降临 乃神之使者 二等前程祈愿 神灵已知晓 你便是国主 周落天有模有样 他的解法威严 带着天地法则的气息 笼罩全场 还真有几分威势 寇见神使 在下雷申国的国主雷申陈武 雷申陈武惶恐地说道 你命其余人等退去 你留下来说一下这里闹鬼的情况 周落天说道 是 雷申陈武不敢不从 他将叩拜的群臣驱散 然后将唐明阳四位神使 引导准备好的神殿里 这才惶惶恐恐地说明 他们雷申国闹鬼一事 事情从去年九月份开始 在他们雷申国最西端的 土木小镇管辖的村落开始 先是很多村镇之民 几百几百的人的 在睡觉中被鬼吸走了魂气 慢慢地蔓延到土木小镇里 仿佛如同瘟疫扩散般 土木小镇里近百万人口 几千几千的在睡觉里 不省人事 虽然在生死轮转门的记载里 疯魂大世界里 经常发生闹鬼的事件 但整个疯魂大世界太大了 在雷申国这片土地上 还从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刚开始国主雷申陈武 也以为是有人修炼邪功 派强者前去查探 可强者并没有查探到什么 反而还有些强者诡异地死去 不见了神魂 再加上他们翻阅古老典籍 发现这种闹鬼的事情 在疯魂界的其他国家 也偶有发生 故而鬼吞魂的传言 也就渐渐传开了 你将你们国家 有关于鬼吞魂记载的书籍 都拿出来 另外拿一张地图来 看看如今的鬼吞魂 传到那个城池了 唐明阳说道 是 雷申陈武不敢有为 唐明阳四人 快速查看了 有关鬼吞魂的有关记载 可大多记载都近乎于传说 说疯魂大师界里 有一个鬼门 连通着鬼界 每年都会有些恶鬼 逃出鬼门 来到人间去吸食人的魂器 再有就是什么 祈祷神灵 可保平安 神灵降临 降服鬼王的传说了 我们去那些 正在闹鬼的城镇 去看看吧 唐明阳一提到 他们从这些点击里 实在找不出 什么有用的线索 至于鬼吞魂一说 修为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当然不会相信有鬼 就算是有鬼 那么也不过是 有强者在装神弄鬼而已 我们先去青雷城吧 骆芳柔说道 青雷城 是雷申国的西域城市之一 人口六千多万 因为鬼吞魂蔓延到这里 整个城池的人 都惶恐地往其他城市逃亡 唐明阳等人来到时 这座城市 近乎一座空城了 整座城池不大 防御一万五千多米而已 唐明阳四人的神石 都能够将整个城池 都笼罩住了 咦 在这个瞬间 在唐明阳神石 笼罩整个城市的瞬间 他敏捷的灵觉 仿佛感觉有某种存在 躲过了他的神石探查 然后逃窜进地底了 你们发现什么没有 唐明阳问向旁边的三人 骆芳柔三人都摇摇头 雪 你感应到什么了吗 感觉不到 雪摇摇头 悠悠 这时候 小悠却大声嚷嚷着 说她不仅能够感受得到 还能够看得到 哦 小悠 那你看到了什么 唐明阳心中大喜 赶紧询问 她倒是忘了小悠的 变态生命形态 别的生灵用截符文 才能管中窥抱 感应到天地法则 可小悠却能够直接看到 整个天地的完整法则 悠悠 小家伙很是得意 她说那她小悠 是不是比雪厉害 当然 小悠你是最厉害的 唐明阳赶紧赞扬一番 悠悠 小家伙说 她看到一群群的鬼魂 在城市里游荡 她还问了 要不要她小悠出马 她可以一把火将它们烧死 鬼魂 唐明阳一听 愣了愣 她并不怀疑小悠的话 这个小家伙可不敢骗她 她说看到了鬼魂 那就真是看到了鬼魂 可鬼魂的概念是什么 若真是寻常人的三魂七魄 他们的神识也是感应得到的 小悠 你说的鬼魂 那是什么 唐明阳问道 悠悠 小家伙说 就是人的魂魄啊 唐明阳皱起眉头 小悠看得见人的魂魄 在城里到处游荡 可他们用神识 甚至用灵觉都感应不到 甚至连血都觉察不到 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古怪了 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古怪了 甚至可以说是危险了 因为这明显已经超出他们的感知和理解范围 何为鬼 不同的存在 对于鬼的认知不同 可有一点是共通的 大家将无法认知的 未知又恐怖的东西 都统称成为鬼 现在 城市里游荡的 只有小悠能够感受到的鬼魂 其实对于唐明阳等人来说 就已经算是鬼了 怎么办 唐明阳眉头皱了起来 如果这些鬼后面 有强大的存在掌控着 那么他们这几个人的实力 绝对不够看 因为他们连感知都感知不到 这已经是超出他们能量范围的事情了 第436章 装神弄鬼 因为骆芳柔三人在旁边 唐明阳并没有和小悠进行神魂合体 以免他泄露些许信息 让这些人生疑 毕竟能够直接成为生死轮转门 单门弟子的 灵觉都超乎寻常的敏锐 小悠说整座城市都充斥着鬼魂 可唐明阳等人 无论是肉眼还是神石 都感应不到 这听起来 未免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整座青雷城 已经是一座死城 能逃的活人 大都逃了出去 剩下的都是死人 唐明阳等人来到某间民居 一家三口都在熟睡里死去 面容安详 只是脸色惨白 他的神石朝着这一家三口的肉身扫去 发现他们体内的生机已经不在了 并且没有任何一丝魂气 就像是被鬼给吸干一样 魂气绝而亡的 颜飞凤说道 哼 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如此残忍 我若是找到谁做的 定然将他魂魄拘出来 折磨万年 洛方柔美眸泛冷 恨声说道 他们四人在青雷城待了一个多时辰 神石扫探 连地底都翻遍 并没有发现什么 最奇怪的是 他们在这些尸体的身上 也并没有发现 灵力波动的气息 他们决定往西飞去 西边的城镇 活人都逃了 留下来的都是尸体 你们发现没有 这片区域 非但没有活人 就连动物都死了 唐明阳说道 林间动物 水里有鱼 全都被鬼吸走了魂气 诡异的是 他们的尸体 在死后几个月都没有腐烂 看来对方针对的 不单只是人 凡是有魂气的生物 都是他们吞噬的对象 颜飞凤说道 可问题是 他们吞噬如此多生灵的魂气 居然半点法力气息 都没有残留 这是怎么做到的 不施法 怎么将魂气 从对方肉体吸取出来 周落天不解地问道 五修到了玄缘之境 才会从肉身 将魂气剥离出来 凝聚在石海 成为神魂 而普通的飞行走兽 还不懂得修行 魂气是散落在 肉身各处的 看来我们只能守株带兔了 骆方柔说道 所谓守株带兔 就是他们守在 鬼吞魂蔓延方向的 下一个城镇 清雷城过去六百里 就是双雷城 我们就去那里 守株带兔吧 周落天说道 六百多里的距离 对他们来说 斩查功夫不到 即可到达 清雷城 几乎也和空城差不多 许多人得知鬼吞魂 快要蔓延过来时 已经举家带口地 逃往更远的城市了 我们就守在这城池内吧 看看到达是谁在装神弄鬼 骆方柔 韩生说道 城市的人走得差不多了 他们三人都是 解法三重练虚境 巅峰修为 开始加固这个城池的阵法 唐明阳神识扫荡一下 空荡荡的城市 分散在各处的 大约有六千多人左右 都是些老弱病残 无依无靠的人 小幽 这座城市什么情况 唐明阳问道 幽幽 小家伙说 这座城市还没有鬼魂游荡 如果发现异常 记得提醒我 知道没有 幽幽 小幽点点头 她还问 那时候能放她小幽 出去吞几个鬼魂吃吃吗 不能 唐明阳摇头说道 她连和小幽合体都不敢 生怕泄露行踪 这时候怎么敢放这小家伙 到处乱烧 四人呈四项知识 站在城市的四个方位 从以往生死轮转门弟子 接受这个任务来看 并不算困难 也没有出现过伤亡情况 最后都圆满解决了任务 故而 骆方柔等人推断 这装神弄鬼的 应该是疯魂大世界的某方势力 或者某个宗门 这个宗门懂得某种 吸取生灵魂气的秘法 可真正的实力的 并不如何强大 唐明阳细细想想 也还真有这种可能 不过 她内心 总有种不安的预感 凌晨 紫时 起风了 风中带着淡淡的阴气 唐明阳睁开眼睛 看向西方 这一刻 骆方柔三人 也同时感应到什么 看向西方 有股阴煞之气在涌动 来了 这一刻 骆方柔 颜飞凤和周乐天 同时站起身来 唐明阳眉头微皱 总觉得这守株带兔 也太容易了点 一股解法异虫的神石 扫探进双雷城 触碰到唐明阳等人的神石后 立刻收了回去 像是老鼠遇见猫般 惶恐而逃 追 严飞凤一声令下 率先追了出去 骆方柔和周乐天 也紧跟而下 唐明阳虽有犹豫 但也跟着 从对方的神石气息来判断 对方的修为 只有解法异虫 窥虚境而已 他们四个人 特别是颜飞凤三人 乃是生死轮转门的妖孽天才 就算是寻常的下卫神 都有一战之力呢 众人都有神级飞行法宝 以每秒680米的速度追杀而去 唐明阳的神石延伸出去 锁定距离6万米外的一团 浑身营绕着阴煞气息的魂体 魂修 所谓的魂修 就是肉身毁了 不去夺舍 只靠着神魂修炼下去的修饰 因为没有了肉身提供能量 就需要不停地吸收生灵的魂气来补充 故而无论在那个族群 魂修都被排斥和厌恶的 这个魂修的速度只有每秒340米左右 它见正常的方法逃不掉 就一头扎进大地里 它是魂体 可以在有形和无形之间转化 在土地里逃窜 依旧能够保持每秒340米左右 逃得掉吗 洛芳柔冷冷一笑 它背后的神级下品实行神器 煽动着 泛起一团土黄色的法则虚体 它这件飞行法宝 就带着土盾神通 飞入大地里 速度竟然也能达到每秒500米左右 而周落天 颜飞凤两人也差不多 唐明阳也没有犹豫 跟了上去 那个魂修的实力 根本挡不住如狼似虎的洛芳柔三人 也根本用不到他出手的余地 半课中补到 洛芳柔出手 一道生死风咒术 将那逃窜的魂修给封印住了 这是一个人类魂修 命魂气息在3000多年左右 洛芳柔捉到这个魂修后 就是一顿折磨 前辈 饶命 饶命 魂修哀嚎惨叫 痛苦不堪 残杀如此多生灵 还想要我们饶命 放心 我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折磨 会让你慢慢享受的 洛芳柔冷霜说道 呜呜 我虽然是魂修 但平时吸收魂气时 大都是出海 猎杀鱼虾精怪的魂气 这次发生在雷生国的鬼吞魂 真的不是我干的 这个魂修大呼冤枉地说道 你以为我们会信你的鬼话 洛芳柔再进行这么一番 唐明阳觉得这鬼修不像说谎 他说道 洛芳柔给他服用一颗迷魂丹 我们来审问审问就知道了 好 洛芳柔稍稍解气后 拿出一颗酒品的迷魂丹 给这个魂修服用下去 很快 他们就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 这个魂修叫做梅丹梁 原本是一个普通小家族的玄园修士 因为与人争斗 被毁去肉身 正好得到一门叫做万魂失魄的 天极绝品魂修功法 也就做了魂修 刚开始时 他到处掠夺人类魂器 被追杀后也就逃到了海域里 平时都只吞噬鱼虾的魂器来修炼 他成为解法强者后 胆子大了后才敢回到陆地 偶尔也会抓些人类舞修 还吸食神魂 不过这次鬼吞魂 还真不是他做的 他只是想趁着鬼吞魂时 浑水摸鱼 趁机吞噬些人类舞修的神魂 从梅丹梁这里 他们还了解到 每当有鬼吞魂的事情发生时 他们这些魂修 很多都会聚集在鬼吞魂的地点 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得到某种奇异的力量 吸收进去 对他们的修为非常的有好处 这梅丹梁只是文讯赶来的鬼修之一 而鬼吞魂的现象 在疯魂大师界里经常发生 而且每次发生的时间 短则几天 长则几年 而且鬼吞魂有个奇怪现象 那就是一个地方发生鬼吞魂后 往后几千年都不会再发生 听到这些信息后 唐明阳恍然明白了 为什么生死轮转门里 很多去完成这个任务的弟子 对于这个任务的描述很少了 大概他们也没有查到什么 只是等鬼吞魂一过 他们就回去复命了 还真不是他做的 鬼吞魂 还是疯魂大师界内的一种神秘现象 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该怎么办 周落天也皱起眉头思考起来 也有下位神级别的师兄师姐们 接过鬼吞魂这个任务 以他们的实力都查不出什么 只怕我们也很难查出什么 颜飞凤说道 难不成 我们也是等着鬼吞魂任务一过 就直接回去复命不成 骆芳柔有些不甘心 我们尽力吧 如果对方能够在我们面前 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说明对方的能耐远胜于我们 我们输得也心服口服 反之 若被我们查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就算对方再厉害 此时我们也尚报宗门 我不信 对方能耐在大 能大的过我们 即便是在神域里 也是超级宗门的生死轮转门 周落天也没有了 以往的嬉皮笑脸样子 变得极其严肃起来 此人怎么处理 骆芳柔指着被他封印的梅丹梁问道 哼 想要浑水摸鱼 吸收普通人的魂器 直接宰了 颜飞凤杀气腾腾地说道 正在被折磨 已经恢复一丝神志的梅丹梁 听到这话 瞬间下醒过来 他急急吼道 别杀我 别杀我 求求你们了 饶了我吧 对了 对了 你们若真想查鬼吞魂的事情 我或许知道些线索 我知道些线索 第437章疯魂鬼家 梅丹梁居然知道有关鬼吞魂的线索 这让一筹莫展的唐明阳四人 全都眼睛一亮 快说 唐明阳急声贺问道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不过你们要答应不杀我 否则 你们就算再怎么折磨我 我也不会说的 梅丹梁很是硬气地说道 好 我们答应你 唐明阳说道 你们四人须先发个誓言 梅丹梁还是觉得不保险 得寸进尺 这哪里有你谈条件的余地 洛芳柔目光一寒 他再拿出一颗迷魂丹 直接迷惑着梅丹梁 抽其记忆即可 我说 我说 梅丹梁总算服软下来 他说道 因为我们魂修不受待见的缘故 所以我们魂修也有魂修的圈子 鬼吞魂对于你们来说是一场灾难 对于我们魂修来说就是一场盛宴 故而我们对于鬼吞魂也有些研究 魂修都是各族失去肉身的强者 无奈之下的选择 我们平时大多是独来独往 不过在疯魂大世界 所有魂修都知道 魂修里有一个不知道传承多少万年的魂修家族 这个魂修家族叫做疯魂鬼家 只要你们能够找得到 也有胆子去找他们 那么他们家族的人 肯定知道关于鬼吞魂的事情 疯魂鬼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家族 唐明阳问道 疯魂鬼家在我们魂修圈子里 就相当于你们的神灵一样 他神秘 古老 强大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山门在哪里 不过凡是有鬼吞魂出现的地方 就会有疯魂鬼家的人出现 他们家族似乎能够掌握 鬼吞魂出现的规律 梅丹梁说道 就这些 唐明阳问道 我真就知道这些了 不过你们去找疯魂鬼家时 千万别说是我泄露的 否则我以后无法在鬼秀圈子立足了 梅丹梁苦着脸说道 哼 旁边的洛芳柔为了保险起见 又将一颗迷魂丹给梅丹梁扶下 对其进行搜索记忆 发现这梅丹梁还真没有说谎 在疯魂大师界里确实有这么一个神秘莫测的鬼家 而他也仅仅知道这么多而已 如今我们怎么办 周洛天问向大家 鬼吞魂在雷声果里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尽力看看能从中查探到什么蛛丝马迹 其次 鬼吞魂会吸引很多魂修来 我们全部抓拿 一一拷问 看他们知不知道有关疯魂鬼家的事情 如果盗鬼吞魂结束 我们都没有任何进展 那么此事我们也就到此为止 直接回去复命 大家觉得如何 颜飞凤说道 嗯 众人点点头 四人再次回到双雷城 悠悠 小悠突然大声嚷嚷着 他说城里到处都是鬼魂了 唐明阳神识辐射出去 没事没有任何的发现 可就在这时候 他发现城里仅剩的几千老弱病残 几乎都陷入沉睡中了 他们体内的生机 像是受到某种诡异的法则牵引 正缓缓地从他们的体内流出来 鬼吞魂来了 旁边的洛芳柔三人 也发现了城里之人的生机在流逝 他们赶紧将那些人从梦中叫嚣 古怪的事情发生了 当他们惊醒后 像是打破某种神秘的法则 他们体内的生机停止流逝了 大家四处找找 周洛天说道 四人朝着四个方向 神识辐射而去 每一寸土地都没有放过 可大家还是没有什么发现 几人又一一去询问 那些遭受鬼吞魂的人 可他们都说 先前在美好的梦里 并未觉察有什么 唐明阳还好 因为有小悠的缘故 他还知道整个城池里 充斥着他们神识 都无法觉察的神秘鬼魂 而洛方柔三人 身处在鬼吞魂里 却觉差不多对方的 任何一丝痕迹 内心不知不觉中 渐渐弥漫起一股惊恐 这鬼吞魂 到底是疯魂界 独特的神秘法则显现 还是有存在有益的为之 若是后者 能够在他们面前 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行鬼吞魂 那么他们再继续查下去 只怕很有可能有性命危险 气氛 在这种无声无息的诡异里 有些凝重 就连极爱说话的周洛天 也不知不觉地沉默起来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她说那些鬼魂 朝着东方游动了 她还说了 正是这些鬼魂 将那些活人的魂器 给吸走的 她还问了 要不要她小悠出手 将那些鬼魂 给吸走去 先别轻举妄动 唐明阳吩咐道 与此同时 她对着雪说道 雪 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这天地间 有太多奇异的事情了 有些奇异的事情 就算是神皇 神帝遇见了 也都会觉得毛骨悚然 这鬼吞魂 或许就是那些奇异的事情之一吧 公子 奴家劝你不要追查下去了 雪说道 唐明阳皱着眉头 没有说话 这鬼吞魂 还不知道要蔓延多少天 要死多少无辜的人呢 她若是不知道 那就算了 可她遇上了 若是她有能力阻止 怎么可能眼睁睁 让这些人死去 她的道心 也就不是冰冷如铁 她的道心 如今已经魔力成见 这件事情 我会查清楚的 唐明阳说道 悠悠 小悠也大声嚷嚷着 她嘲笑说 雪就是胆小鬼 公子执意要查 那么奴家就派几个 夺赦的诸族的神灵身躯过来 暗中保护公子的安危 雪说道 她只是提意见而已 既然唐明阳要查 她只会默默去支持 嗯 唐明阳点头 有神灵分身暗中保护她 她放心多了 唐明阳 骆方柔四人 不再局限于双雷城 她们分头寻找 在旁边的城镇里 追上迁徙逃命的人群 根据小悠的汇报 唐明阳大概弄清楚了 鬼吞魂的一些现象 这些神识感应不到的鬼魂 她们只在夜晚出现 从西往东 如同蝗虫般迁徙 遇到有魂器的生灵就吞噬 她们的进行速度 在一夜三百里左右 小悠和我神魂融合 唐明阳见骆方柔三人 已经和她分开有十多万米远 这样的距离 不在她们的感应范围了 她也想借助小悠的感知和视觉 看看那看不见的鬼魂 到底什么样子 悠悠 小家伙很是兴奋 她的一抹幽怜炎火分身 游走进入唐明阳的石海 见到唐明阳的生死之魂后 大声地嚷嚷着 飞来转去 好了 你放开心神 让我融进去 唐明阳说道 悠悠 小家伙乖乖听话 飞到唐明阳的神魂面前 化作一团火焰莲花 唐明阳的神魂 融进了小悠的莲花火焰里 顿时之间 一股无物不焚的幽怜炎火气息 从她的身体周围弥漫而出 她整个人也带着一股碎破苍穹的远古剑意 她的眉心处 一个紫色的莲花火焰印记 缓缓浮现出来 她睁开眼睛 眼眸内也有个莲花火焰印记在闪烁着 这也正是她要偷偷和小悠合体的原因了 如此声势浩荡 若是洛芳柔三人在附近定然有所觉察到的 她看向四周 天地都完全不同了 天地之间的阴阳五行法则 色彩斑斓地浮现在她的眼前 天地万物各种构造也都清晰地显现 鬼吞魂 她看到了 一群群身穿丧服 面色甚人的鬼魂 游荡在天地间 一眼望过去 大约有几万之多 他们看似杂乱无章 可目标明确 就是往东行进 遇到有魂器的生灵 就会三三两两地一扑而下 营绕在这些生灵的周围 先是对这些生灵进行催眠 等这些生灵沉睡后 他们就开始吸收沉睡生灵的魂器 一丝丝乳白色的魂器 被他们吸入口中 唐明羊飞了过去 可是她的身上带着幽怜炎火的气息 还没靠近 这些鬼魂像是遇见克星一样 惶恐地逃窜着 唐明羊发现 这些鬼魂竟然能够在天地法则里 自由地穿梭 天地之间的食物 他们是若无物 仿佛他们和唐明羊所处的 就是两个互相平行的世界 看到此 他也明白为什么肉眼和神识 都无法觉察到这些鬼魂的原因了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 唐明羊所处的这个未免空间里 这些鬼魂四处逃窜 远离唐明羊后 他们又安静了下来 他们看起来 就如同一群穿着丧服的正常人一样 除了脸色惨白甚人外 神态平静 并没有那些凶魂厉鬼那样争鸣和扭曲 他们自由散漫地飘荡 可目的性似乎很强 就如同一群集体迁徙的候鸟般 浩浩荡荡地往东前行 只是遇到生灵时才会停留来吸取魂气 幽幽 小家伙大声嚷嚷着 他说反正也没有人看得见 就让他小幽抓几个鬼魂来吃吧 好吧 唐明羊想了想 他也很想试一试 小幽到底能不能伤得到这些处于奇异空间的鬼魂 可就在这时候 他突然感受到鬼魂群里有一双特殊的目光正看着他 小幽等等 唐明羊赶紧制止了小幽 小家伙和唐明羊心有灵犀 他关键时候可不会坏事 唐明羊循着灵觉感应的方向 假装不经意地看过去 那道目光就在他的身后 他转过身去 近在咫尺 一张惨白的鬼脸 并没有如同其他鬼魂一般 畏惧小幽的幽怜眼火的气息 这是一张女人的脸 精美绝伦 紫唇黑眸 就这样出现在唐明羊的面前 唐明羊吓了一跳 而这个女鬼 见唐明羊的目光聚焦于他 他也是吓了一跳 你 你看得到我 这是一个清冷又冰凉的声音 声音落下之时 这个女鬼快速地逃窜 第438章女鬼 神灵不过是强大的生灵而已 是生灵都有七情六欲 都会对未知的事物充满恐惧 唐明羊也是如此 他转过身来时 看到一张几乎贴到他眼前的女鬼之脸 也实在是吓得不轻 好在 他很快冷静下来 紧接着 他听到那女鬼的冰冷声音时 他感受到那女鬼 似乎比他还要被吓到的不轻时 他顿时觉得没有好怕的了 原来是装神弄鬼 你逃得掉吗 唐明羊一念一动 一股八卦阵势 封锁空间 对方既然有灵石有认知 那么就不是什么鬼 而是用特殊手段来装神弄鬼而已 然而 眼看八卦阵势将那飞逃的女鬼封印住时 那个女鬼的身体竟然直接无视八卦阵势 穿行而去 仿佛他所处的空间 和唐明羊八卦阵势封锁的空间 就是两个完全平行的空间一样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说 让他小悠出马 烧死那女鬼 唐明羊也正有此意 因为这个女鬼飞逃的速度 也只有每秒三百四十米左右而已 不过这时候 那个逃出唐明羊八卦阵势的女鬼 也冷静下来 他见唐明羊的八卦阵势奈何不得她 他也在不远处停顿下来 并且认认真真的打量着唐明羊 你到底是何人 女鬼清冷的声音再度响起 她浑身惨白 唯有那双眸子乌黑凌厉 在下生死轮转门弟子 奉师门之命来查询鬼吞魂 祸害苍生一事 这么说来 封魂大师界里的鬼吞魂 就是你所谓了 唐明羊立声贺问道 哼 原来是生死轮转门的弟子 不过你们管的也真够宽的 女鬼冷哼一声 直接无视掉唐明羊 她大概想着唐明羊 也伤害不到她 故而也并没有逃 只是和周围的鬼魂飘荡在一起 原本正想放小悠出来战斗的唐明羊 见到女鬼这副状态 她立刻傻眼了 你以为我擒不下你 唐明羊顿时明白这个女鬼的心态了 我又没有招惹你 你擒下我干什么 女鬼见唐明羊飞过来 她也不跑 反而问道 哦 唐明羊听到这种回答 顿时有股满身满进 都打在了棉花上的感觉 你驱使这些鬼魂吞噬我们人族的城池 屠杀人类 我身为人族一员 又岂能容你屠杀人族 唐明羊义正言辞地说道 悠悠 小悠也大声嚷嚷着 她说和这个女鬼说这么多干什么 让她小悠出去直接烧死她 看她还敢不敢这样嚣张 你哪只眼睛看到 这些鬼魂是我放的 你哪只眼睛看到 这些鬼魂是我驱使的 女鬼顿下身形来 这回她见到唐明羊 已经在她三四米外了 她还是没有逃 反而底气很足地质问 唐明羊闻言 愣了愣 她问道 不是你驱使的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就只准你奉师门之命来这里 就不准其他势力也奉命来这里 女鬼再次反问道 啊 唐明羊被枪得哑口无言 不过她明锐的灵觉告诉她 这个女鬼并没有说谎 不过她肯定知道 有关鬼吞魂的事情 你到底是什么势力 唐明羊问道 哼 你以为你是谁 我什么势力 为什么要告诉你 女鬼没有好奇地说道 你不说 休怪我 你想怎么样 想对我动手 是不是 我招你惹你了吗 唐明羊的话还没说完 那女鬼就飞到唐明羊跟前 她的鬼脸几乎贴到唐明羊的脸上 她的话如同连猪蛋般吐出 唐明羊伸出手来 尝试着抓住这个女鬼 却发现她的手直接从女鬼的身体穿越过去 她们真的仿佛身处不在同一个时空和纬度 却互相看得见能说话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那个女鬼见唐明羊奈何不得她 她更是得意 胆子更大 气焰也更嚣张 她就一直在唐明羊的身体里穿来穿去 就算唐明羊没有说话 她也都叽叽喳喳地说了不停 当然了 都是数落唐明羊 而且说了大半天 还没有一句重复的 顿时 唐明羊有着哭笑不得的感觉 悠悠 小悠早就忍受不住了 让这女鬼欺负上门 这还得了 唐明羊可以忍 她小悠可不能忍 小悠 稍安勿躁 唐明羊安抚好战的小悠 她内心觉得 这个女鬼虽然说话很冲 但她并没有说谎 她还有种感觉 这个女鬼来这里 目的和她差不多 差别在于这个女鬼跟着这些鬼魂 似乎是来监视这些鬼魂过境的 怎么 说话 你不是很能说吗 哑巴了不成 女鬼飘荡在唐明羊面前 见唐明羊一只都不说话 她气眼嚣张地说道 唐明羊也不去理这女鬼 她跟着鬼魂行军的方向 前面百里外 有个小镇 大多数人都迁移走了 还有十几万人不信鬼吞魂的人 还大胆地留在镇上 唐明羊就看到这些鬼魂 闻到生灵的气息后 就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 疯狂地扑上去 开始吞噬这些熟睡之人的魂气 这时候 她还看到这个女鬼 手中持着一根激进透明的魂边 开始抽打着这些鬼魂里 气息比较强大的 而那些气息弱小的鬼魂 在吞噬魂气 她却没有管 唐明羊眉头微皱 有些不明白这个女鬼的行为 她阻止气息强大的鬼魂 却放任气息弱小的鬼 也不像是要救镇上的百姓 不管了 在自己的面前 唐明羊不可能放任这些鬼魂 吞噬这些无辜百姓的魂气的 她神识辐射出去 将所有沉睡的人都惊醒 果然 这些人清醒后 这些鬼魂立刻都惊讨开了 可是那个正在池边 抽打鬼魂的女鬼 却不爽了 她像是被唐明羊的行为触怒了 她飘过来 娇喝道 你干什么 你又是干什么 这回 轮到唐明羊反问了 你没看到 姑奶奶我在驱魂吗 女鬼怒声回答 驱魂 驱什么魂 我只看到你放任这些鬼魂 吞噬我们人族无辜百姓的魂气 唐明羊冷声说道 她内心却是一脸 原来这个女鬼是在驱魂啊 她不动声色 趁着这女鬼愤怒 她要套问更多的信息才行 这些鬼魂要在这里穿行 她们正好挡在魂道上 我有什么办法 女鬼气势汹汹地说道 怎么没有办法 想我一样 将这些人类惊醒 不就行了 唐明羊说道 无知 不为保她们 怎么将她们驱赶进入鬼门 你知不知道 若让她们遗留在这世间 将来造成的危害 有多大吗 女鬼贺问道 有多大 唐明羊问道 有多大 你知道这疯魂大世界 为什么要被封印起来吗 不懂就滚回你那什么生死轮转门去 翻翻你们宗门的点击 滚滚滚 别再坏姑奶奶的事情 否则我直接抽你 女鬼将唐明羊 劈头盖脸的怒骂一顿后 然后手持魂鞭 见到外围有些想要脱离队伍的鬼魂 然后挥鞭毫不客气地抽打过去 唐明羊和女鬼 只是神识交谈 故而雪并没有听得到 不过 这对话里 唐明羊却得出很多有用的信息 首先 这个女鬼一样的女人 她是某个宗门势力的子弟 她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将这些鬼魂赶到所谓的鬼门去 其次 这些女鬼的女人 她背后的宗门势力 定然知道这鬼吞魂形成的原因 甚至可以说 这鬼吞魂事情 就是归他们的宗门势力管的 唐明羊将这些事情说给雪听 她问道 雪 你听过鬼门吗 鬼门 我倒是听说过些传闻 传闻 生灵死后 魂飞魄散 他们的魂魄并非消散于天地 而是进入传说之中地 鬼域里 可到底有没有鬼域 我一直以为 那只是传闻呢 没想到鬼域还真的存在 雪说道 人死后 魂魄进入鬼域 这 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 唐明羊听到这 身形一颤 她想到了岳西 岳西死了 她的魂魄是不是在鬼域里 这个 奴家不知了 雪摇摇头 唐明羊沉默了会儿 她看向那个正在愤怒挥鞭 抽打鬼魂的女鬼 她肯定知道关于鬼域的事情 不过 看着女鬼对她咬牙切齿的样子 显然现在问她 也问不出什么来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说直接抓住她 言行逼供一顿 看她说不说 她若是敢不说 就让她小悠吃了她 这个女鬼面对我有恃无恐 我想她也并非真正的女鬼 只怕只是某种神通显示的魂魄分身而已 如果真是那样 就算擒住她 也奈何不得她本尊 这样一来 反而打草惊蛇 先静观其变吧 唐明阳说道 她就一直跟在这些鬼魂的身后 不过 若是遇见这些鬼魂 祸害活人 唐明阳就会出手相救 或是这些鬼魂吞噬动物魂器 她则不管 这让那个女鬼更是恨痒痒的 她多次飘到唐明阳面前 大声对唐明阳怒骂 甚至还有手中的魂鞭 不停地抽打唐明阳 可唐明阳发现 这个女鬼真的和她处在不同的空间 根本就伤害不了她 清晨 一缕阳光从东面照射进来 那些鬼魂在阳光照射过来时 纷纷地躲进地底里 那个女鬼冷哼一声 留下狠话道 大混蛋 你给我等着 今晚若还让我看到你 非要剥你皮抽你筋不可 第439章对策 白天 鬼魂没有出没 唐明阳悄然和小悠分开 并且拿出一团龙魂之气 奖励给这听话的小家伙 这时候 储物戒指里的传音法宝 传来骆方柔三人的声音 你们那边如何 周落天最先发问 我昨晚监视了两个城镇 全部都发生鬼吞魂事情 骆方柔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道 我这边坐镇的城市也发生了 不过 修为达到玄缘之境的午休 只要神魂凝炼 就可以不受鬼吞魂影响 颜飞凤说道 还有 只要将熟睡的人惊醒 那么他们也不会再遭受鬼吞魂 唐明阳补充道 至于那个女鬼的事情 唐明阳并没有说出来 大家还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吗 颜飞凤问道 我昨晚抓到一个玄缘六重阴体静修为的鬼修 不过并没有逼问出 什么 他连疯魂鬼家的事情都不知道 周落天说道 唐明阳想了想 说道 看来应对鬼吞魂的办法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让大家白天睡觉 晚上清醒过来 这个办法 我们可以告诉雷声国的国主 让他通知所有城镇的官员 晚上的时候让大家不去睡觉 唐明阳贡献这办法还真有效果 太阳落山 夜幕降临 那些鬼魂和太阴之气一起 缓缓地从地面生出来 骆芳柔三人已经去其他的城市蹲点了 唐明阳将身形和气息用八卦阵式掩盖 再度和小悠进行神魂合体 咦 他看着虚空里飘荡着的鬼魂 突然感受到有些鬼魂身上似乎多了一丝淡淡的凶利气息 那个女鬼再度出现 她昨晚留下狠话要收拾唐明阳 今晚再度出现时 只是狠狠地瞪着唐明阳一眼 这回并没有理会唐明阳 鬼魂大军继续朝着东边行进 他们的速度似乎比之昨晚快了一丝 队伍也有些凌乱了些 啪啪啪 女鬼手持长鞭 对那些魂体带着一丝丝胸利气息的鬼魂进行抽打 她手中的魂鞭似乎带着某种奇异的效果 抽打在这些鬼魂的身上 总能将他们体内的胸利气息给抽走 哼 看什么看 再看信不信本姑娘给你一边 这女鬼做完手头上的事情后 似乎不数落唐明阳几声 她有点浑身不自在了 唐明阳内心苦笑 也不去招惹这女鬼 只是远远地掉在鬼魂大军的后面 小悠则是大声嚷嚷着 要给那女鬼好看 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鬼魂大军路过前面一个小镇 小镇上 灯光亮如白昼 锣鼓喧天 载歌载舞 整个镇上几十万居民都没有人睡觉 鬼魂飞扑上去 他们在这些居民的身上徘徊着 吹着这些居民感受不到的阴气 带着能使人昏炫的效果 即便是玄园一重聚魂境强者 也很难抵挡 不过 有人犯困时 旁边的居民就会提醒 而且这些锣鼓 都是用法宝敲打的 带着提神清新的效果 鬼魂大军 无法使得这些人催眠 自然就无法吸收这些人的魂气 他们直接掠过这个小镇 继续朝着前方行军 路过下一个大镇时 那个大镇的人更多 有几百万 更是热闹了 鬼魂大军也奈何不得 继续前进 再路过一个几千万的城池 依旧如此 今夜 没有人再被鬼吞魂 只有城郊山野的野兽 被这些鬼魂给吞噬了 一缕晨光照射在大地里 女鬼和鬼魂齐齐没入大地 唐明阳四人用传音法宝交流 得知昨晚城内都没有人被鬼吞魂 哈哈 看来这个办法可行 周落天得意洋洋地说道 没错 坚持下去 鬼吞魂总有过去的一天 落芳柔也输了口气 按照以往规律 鬼吞魂的出现 少这几个月 多则几年而已 白天书是人族内部石尘门的大长老 石尘门只是人族内部二流的宗门而已 并没有特殊的传送阵 直接传送进风魂大世界 不过 他花费些代价 还是通过特殊的途径 来到了风魂大世界 然后 他改头换面 变换气息 立刻气势汹汹地来找唐明阳 毕竟唐明阳 还是生死轮转门的内门弟子 他这种报复行为 是见不得光的 若是让生死轮转门 得知唐明阳的死 乃是他所为 那么生死轮转门捏死他 也如同踩死一只蚂蚁 那么简单 那小子 已经成为神级一星炼丹师 本身灵觉非常恐怖 对于自身的祸福 冥冥之中有很强烈的感应 他身上还有神级绝品防御法宝 定然也有神级飞行法宝 我偷袭他 务必将其困住 否则 很容易让此次逃脱 白天书暗自地想着 在风魂大世界 最快的速度 只能达到每秒680米 在速度方面 他并不占优 不过他在暗 唐明阳在明 有心算无心 他总能够找到办法 一连五天过去 雷声国的百姓 白天睡觉 晚上锣鼓喧天 国内都没有再传来 有谁被鬼吞魂的消息 民心渐渐安定下来 不过唐明阳的内心 总有种不安的感觉 仿佛有双阴毒的眼中 在暗中注视着他 他以为是那个女鬼 因为这些天 为了小心谨慎 他也不是时时都和小幽 神魂合体的 雪派来了几位夺射的中卫神 暗中保护他 在雪的掌控下 每一个诸族的中卫神 都有越级挑战 甚至是斩杀人族上卫神的实力 这期间 唐明阳也出手 擒拿了两个鬼羞 不过对方都不知道 疯魂鬼家的事情 不过 因为那些鬼魂 再也吸不到 人类魂气的缘故 那女鬼倒是怒了 这雷生国的城镇居民 白天睡觉 晚上锣鼓喧天 是你出的注意 是不是 这天晚上 唐明阳并没有和小幽 神魂合体 不过 那女鬼的声音 却在她的耳边 不客气的怒声响起 她仿佛看到一张 煞白又怒不可及的 精致脸蛋 贴在她的面前 你屈你的鬼 我就我的人 唐明阳淡淡地说道 今晚 她心头跳得厉害 仿佛冥冥之中 有股危险正在靠近她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女鬼愤怒地吼道 是什么 唐明阳假装不想理会地问道 其实她内心也数而倾听了 哼 你不是想救人吗 明晚就是月圆之夜 鬼门大开 不将这些鬼魂喂饱 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生灵涂炭 愚蠢 愚蠢 到时候 这里会死更多人 女鬼近乎思竭地训斥唐明阳 那你跟我说说 你屈鬼这些鬼到底是为什么 唐明阳问道 哼 明晚你自己看吧 女鬼怒斥完 转身飘走 唐明阳眉头皱起 她隐约觉得明晚会有大事情发生 雪 我想让本尊过来 唐明阳说道 她生死单尊躯体 不便使用小幽 不过本尊暴露出来 并没有什么问题 幽幽 小幽兴奋地大声嚷嚷起来 唐明阳本尊若过来 她小幽就可以放出去了 她早就看那女鬼不顺眼了 公子 这件事既然是那女鬼的宗门事情 那么我劝你还是不要插手了 毕竟这鬼吞魂事情 也持续了不知多少万年 她们宗门维持到如今 想必有很多处理办法的 雪提醒说道 尽人是罢了 那个女鬼显然是想牺牲雷生国的百姓 来平息这次鬼吞魂事件 小幽既然能够吞噬这些鬼魂 那么我想在事情不可掌控时 让小幽去吞噬他们 唐明阳说道 悠悠 小幽也大声嚷嚷着 说这件事包在她小幽的身上 好吧 雪点头说道 悠悠好战舰 唐明阳的本尊从修炼中站起身来 这段时间 她都在消化七星阵士的基础知识 比之八卦阵士 七星阵士更加的深奥 她如今连皮毛都没有参悟 战舰内的传送阵 发光闪闪 突然出现九位面容怪异的男子 有点头生双脚 有的脸长鳞片 有的耳朵如山 有的长得六只手臂 可这九个男子 身上全都散发出强大的中卫神气息 即便是生死轮转门的白清水 白晨星和白红三人 都不及其中最弱之人的百分之一 这九个男子 都是血夺舍的诸族的中卫神 他们都是化形后的形态 而诸族天生妖体强横 他们若是显现了本族躯体 只怕大者有几百米之巨 公子 这九个男子嘴巴里都发出血邪恶的声音 很显然 唐明阳的本尊执意要去封魂大世界 那么血就掌控这九个诸族的中卫神 充当唐明阳的保镖 嗯 唐明阳点点头 踏上了血科化好的传送阵上 九个中卫神也跟在唐明阳的身边 传送阵开启 一股空间法则能量将唐明阳等包裹住 再度出来时 他已经出现在封魂大世界的雷声国这里里 而旁边还站着九位中卫神 这批嗜血先前派来 按照保护生死单尊身躯的 唐明阳的本尊一招手 一道流光从大地飞射而出 正是已经进化成为中品神器的玄幽灵剑 幽幽 小幽从玄幽灵剑里飘浮出来 大声嚷嚷着 他说他小幽终于可以重见天日和大开烧戒了 唐明阳伸出手来 轻轻的抚摸这小家伙熊熊燃烧的焰火 让这小家伙安静下来 放你出来可以 不过只能在我身边活动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乱来 知道没有? 唐明阳叮嘱道 她隐约觉得或许那女鬼所说的鬼门大开 会有不妙的事情发生 第440章 鬼门大开 小幽很兴奋地在唐明阳的本尊周围飘来飘去 她偶尔又飘到雪掌控的那些猪族分身面前 很是调皮地剥弄她们的头发 揪住她们的耳朵 还大声地喊着雪的名字 要雪跟她小幽比试比试 雪无奈 她似乎真的很怕小幽 只能向唐明阳求助 唐明阳将小幽招尽掌心 狠狠教训她一顿 这小家伙这才安分一些 生死单尊躯体那边 没有了小幽 她也看不到那女鬼的存在 她找个理由 重新和骆芳柔三人聚集在一起 既然鬼吞魂的事情已经解决 那么我们就回去复命吧 唐明阳说道 她是想找个借口 离开这里 因为她隐约觉得今晚鬼门大开 这里会有不妙的事情发生 二来本尊已经来到这里 那么生死单尊的身躯 为了不引起怀疑 还是离得远远的好 不过 她的建议并没有得到 骆芳柔三人的支持 骆芳柔三人的灵觉 最低都是神级二品中期 他们也隐约觉察到 这几天平静之下 总是古不安的气息 在涌动着 再留下来观察几天吧 若是没有鬼吞魂的事件发生 我们就回去复命 骆芳柔说道 她的灵觉可是神级三品中期呢 唐明阳没有修炼八卦断灵觉前 还比不过骆芳柔呢 我也总觉得这鬼吞魂不会这么简单 若是晚上不睡觉就能够挨过 那么抵挡鬼吞魂的方法 早就在疯魂大世界里流传开了 颜飞凤也说道 我也觉得应该观察几天再走 周洛天也说道 好吧 众人不走 唐明阳独自一个人 也不好离开 因为其他三人都看不见鬼魂 故而他们也不知道 如今的鬼魂大军走到哪里了 只能在雷声国的皇宫里等待着 暗处一双包含着恨意的眼眸 在盯着雷声国的皇城 正是潜伏在暗处的白天书 嘿嘿 留在城里 正好下手 白天书节节的宁笑着 他手中多出一件神级中品布阵法宝 掐动印绝后 布阵法宝化作一道流光 没入皇城的地底 皇城有护城大阵守护着 可白天书的阵法水平 已经达到八卦阵势初期 他要想渗透进入皇城的大阵 轻而易举 不过他知道唐明阳等人 乃是神级一品炼丹师 灵觉非常敏锐 他也不敢将灵力波动泄露得太多 今晚 我的阵势将整个皇城封锁 就是那小子的死期了 白天书想到唐明阳被他折磨得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模样 他内心就有些激动 可他却不知道 在他无法发觉的暗处 正有几双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那些眼睛正是雪掌控的诸族中卫神 雪早就盯着白天书很多天了 他将白天书的情况 告知给皇城内的唐明阳 哦 此人暗中掌控了整个皇城的大阵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唐明阳的生死单尊 躯体醋眉沉思 若是平时 他直接让雪将这个人给抓拿下来就行了 可如今是敏感时候 并且今晚的鬼吞魂大军 有一部分会行进到皇城这里 又因为那个女鬼的缘故 她和雪都以为这白天书不是冲着她来的 而是冲着鬼吞魂这件事情来的强者 我们先不要多管闲事 且看看此人要做什么 唐明阳吩咐道 一个中卫神而已 他生死单尊的身躯周围 就要雪掌控的九大中卫神 护卫保护着 随便一个都可以捏死这个人 唐明阳不以为意 他内心的不安 不是来源于这个人 而是即将到来的鬼门大开 今晚是月圆之夜 一轮银白色的圆月 从东边的地平线上 和探阴之气一同升起 在皇宫内盘膝而坐的生死单尊躯体 敏锐地觉察到一股冰冷的凶利气息 从大地弥漫开来 这时候 整个皇宫里 响起了清凉宁神的钟声 嗡嗡嗡地回荡在周围 晚上 皇城也根据唐明阳四人的吩咐 开始锣鼓喧天起来 可这时候 音波荡漾在空气里 唐明阳总觉得这些声音 慢慢地从这个时空里剥离 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一样 这是一种很诡异的觉察 不仅唐明阳觉察到了 就连洛方柔三人 他们敏锐的灵觉也都觉察到了 不对劲 言飞凤的眉头皱起 可是他们的神识扫探向周围 还是一无所获 在皇城外 某山峰的峰顶 唐明阳的本尊 副手而立 天风吹拂她的衣襟 她的身上有股灵天的 而踏虚空的错觉 仿佛天地在她举手投足间 就能够轻易地破开 她的火之魂 已经和小幽的幽怜魂体 融合在一起 她看向东边缓缓升起的 那轮圆月 看到的雀石和常人不一样的颜色 她看到的圆月 不是银白色的 而是血红色的 充斥着圣人的煞气 周围吹动的风 在血色的月光照耀下 也变成了阴森森的鬼风 鬼风呼啸里 那些鬼魂大军 从地底里钻出来 他们被血光一照 身上的戾气陡然之间 强大了百倍不止 原本这些面如表情的鬼魂 很多的面容都开始凝恶扭曲起来 撕凝着 狂躁着 然后朝着皇城的生灵扑杀而去 大部分鬼魂都冲向了皇城 还有一小部分鬼魂 它们的面容只是微微的扭曲 它们的鬼体身上 慢慢透出一股血光 这股血光和天上那轮血月的光芒 相互呼应着 似乎受到某种法则的牵引 它们朝着天上的血月飘去 看到这一幕 唐明阳顿时明白了 那些朝着天上飞去的鬼魂 就是那些吸收比较多生灵魂器 已经未饱的鬼魂 而那些因为唐明阳等人插手进来 这些天并没有吞噬活人魂器的鬼魂 如今则疯狂地朝着皇城扑去 欲要吸收魂器 鬼门大开 那鬼门就是在那轮血月里吗 唐明阳的神石再度辐射向皇城 平时 这些鬼魂能够催眠玄园一重聚魂镜左右的午休睡觉 现在它们在血色的月光照耀下 实力何止提升百倍 就连玄园四重玉武镜 玄园五重显魂镜的午休 它们都能够催眠 而且一旦催眠 即便是在叫醒 它们也继续催眠下去 这些鬼魂如此 已经是一群饿死鬼一般 拼命地狂吃 咦 就在这时候 唐明阳觉得这些狂暴凝恶后的鬼魂 透着一股它熟悉的气息 心念一动 它的周围浮现出一群饿灵鬼宠 没错 此刻这些鬼魂的气息 和它饿灵鬼宠的气息 一模一样 血色的月光照射在饿灵鬼宠的身上 如今 唐明阳的饿灵鬼宠 最弱的都达到解法一重亏虚镜中期 最强的几个已经迈入解法二重和虚镜出期 飘浮在虚空的饿灵鬼宠 在血色的月光照耀下 它们的鬼体也发着血光 不过它们的血光比那些魂体浓烈得多了 而且它们在主动吸收那些月光的力量 它们 狂暴起来 它们星红残忍的鬼魔 盯着唐明阳 透出一股仇恨报复的光芒 它们的实力在月色月光里 暴涨十倍不止 隐约有脱离唐明阳掌控 反噬唐明阳的趋势 找死 唐明阳冷哼一声 它意念一动 早就等着不耐烦的小幽 飞速窜出 幽幽 小家伙大声嚷嚷着 好啊 这些食物居然敢在它小幽面前是主 它早就看这些鬼东西不顺眼了 现在有唐明阳的命令 它正好可以大开杀戒 几乎在瞬间 小幽已经化作火海 周围的几十只士灵鬼宠给点燃 嘶嘶 几十个解法初期的士灵鬼宠 哀嚎惨叫着 拼命地向唐明阳求饶 唐明阳感受到72章士灵鬼怕力 其他士灵鬼宠实力大尽后 也都蠢蠢欲动 大有势主的架势 今日正好也要小幽收拾一顿它们 都出来吧 唐明阳神念一动 其余的士灵鬼宠也都漂浮出来 血色的月光照射下 它们全都狂暴起来 本能的就想要去吞噬唐明阳 幽幽 小幽大声嚷嚷着 她的幽怜掩火之海 瞬间将所有士灵鬼宠给吞噬 嘶嘶 一只只士灵鬼宠 在火海里痛苦的哀嚎 惨叫着 齐齐跪在地上向唐明阳磕头求饶 唐明阳却没有理会 让小幽多修理这些士灵鬼宠一会儿 小幽也乐此不疲 更是开心 她拿出一张士灵鬼怕 她的神念进入到鬼怕空间里 里面那毫无动静的千丈无名墓碑 此刻在血光的照耀下 竟然也发出淡淡的血盲来 墓碑内的神秘法则 激流涌动着 仿佛和那轮血月有着某种相互呼应 唐明阳身手一抓 将欲要从她手中破空飞走的士灵鬼宠 给牢牢居住 在这一刻 这些士灵鬼怕 竟然都想往天上的那轮血月飞去 血 这是怎么回事 唐明阳簇眉问道 她没想到 这士灵鬼怕 竟然和疯魂大世界的鬼门大开 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奴家不知 血说道 唐明阳并没有追问 他知道 血肯定知道些什么 甚至这鬼门大开 他都知道 只是他不想说而已 咦 那个家伙 竟然是冲着我来的 就在这时候 唐明阳的本尊感应道 已经掌控皇城大镇的白天书 已经向生死单尊的本尊 发动进攻了 真是找死 唐明阳目光一寒 杀鸡闪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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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